我戰死的英雄們 死靈們出來吧 去把那些人淨化成為我們的異教徒 把那些人的房子全部都轉化 成為我們的秘密花園 只要有花園的地方 就是我們神聖的祭壇 哈囉大家好 我是秘密邪教的教宗李密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我的蜥蜴門徒 我的屋下他們都是一些黃黃的小蜥蜴 他們非常的厲害 會用他們戰鬥中死掉的靈魂來做獻祭 然後把其他人變成一樣的蜥蜴 或者是把別人的建築物轉化成我們的教會聚集地 變成我們的花園 花園就是我們可以獻祭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統治那個地區 好 另外有一個角色呢 他呢就是一個兼商 對我們也會跟他買東西 他就是和狸 和狸的話呢 他有販售三樣物品 就是他的手牌 他的手牌有一個展示架 就是他的商店 所以他的手牌呢 都是公開的 都可以展示出來讓我們購買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他的通行權 因為河狸呢 他河流都是歸他管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過河的話呢 就必須要跟他買這些通行權 然後第三樣物品呢 就是他也出賣他自己的兵 就是他的軍人呢 都是可以當作傭兵來購買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有跟他買傭兵 他打仗的時候就會幫我們一起打別人 好 那如果有兩個人都跟他買傭兵勒 就是兩個人都可以使用他的兵這樣子互打 對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黑心的奸商 因為要付他的錢 就是我們的人 他是人口販子其實 所以我們要付他 我們自己的人 從供應區裡面付他錢 然後付他錢以後呢 如果他綁架了不還給我們 就會成為他的分數 是不是很黑心呢 好 那我們現在再介紹這兩個黑心商人 以及異教徒的玩法之前呢 先請大家幫我們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 這樣子才會有更加的邪教徒加入我們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開始遊戲介紹吧 好 那我們正常的地圖的背面呢 他會是冬天的地圖 另外一面就是可能是春夏的 然後這一面他就是非常的乾淨 就是雪白 就是下雪的地方 然後他的特色就是說 他的每個村莊呢 都是隨機設置的 就是你一開始會先把這些 小小的像衣架的東西 先蓋著洗一洗 然後放在每個村莊上面 然後最後再把他一起打開來 所以說 這是隨機設置的村莊 你不知道什麼動物會在哪一個村子 就跟背面他是固定的設置不太一樣 而且加上他河流的這個走向也不一樣 跟那個春夏的地圖 他河流是斜著走的 就是是走對角線的 可是冬天的地圖呢 他是橫著走的 就是走這個直線的 所以說你合離的話呢 玩法可能會有稍微不太一樣 就原本是你可以走斜的 現在變成走橫的 好 這是我們冬天的地圖 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的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西翼這個邪教徒的玩法 首先呢 他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是說 他如果在戰鬥中 他是抵抗別人 就是被打的 死掉的士兵呢 他會放在我們的僧侶的位置 就是他被犧牲掉的靈魂呢 我們會把他回收回來 變成我們的僧侶 就是他是一個很重要的靈魂 他是戰鬥而死的神聖之戰 對 所以我們會好好的對待他們 把他們放好 放在我們的圖板上 然後第二個特點呢 是西翼他很討厭鳥 對 為什麼討厭鳥呢 因為鳥是他的天敵 鳥會吃西翼 所以他們非常討厭鳥 所以鳥的手牌呢 就是這種藍色的手牌 藍色是鳥的牌嘛 在這個 別人都當作萬用牌 來使用的這些牌呢 在西翼來說 他不能當作萬用牌 鳥就是鳥 因為他們超討厭鳥 好 這是他的特色 然後第三個特點呢 就是說 他只要有蓋花園的地方 有花園的地方 就是我們神聖的聖地 所以別人是不可以侵犯 或是佔領的 所以說 只要有任何花園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所佔領的土地 就不能算是別人佔領的 就算我們沒有人在那邊 也是一樣 只要有花園 就是我家 OK 這是我們西翼的三大特點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 我們在早晨 白天還有晚上的時候 可以做哪些事情 首先呢 白天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檢查我們的 氣齡有多少 什麼叫氣齡咧 就是別人氣掉的手牌 那別人手上呢 氣掉的手牌呢 他很可憐 就是被別人丟棄的 他是被失落的靈魂 所以就會 我們會收集別人手上 所氣掉的牌呢 放在我們的氣靈區 就是我們的失落的靈魂 好 那回合開始的時候 在早晨的第一個階段呢 我們會檢查這些 失落的靈魂 最多的是哪一個 像例如說 假設我手上 都是別人氣掉的手牌 那最多的現在看起來是兔子 那我們就會調整 我們的這個氣靈的Token 把它放在兔子的地方 好 那我們這一回合呢 就可以在兔子的地方做事情 我們的僧侶 他會去幫助這些氣靈 所以說 如果這個氣靈的標記 在兔子的地方 那我們的僧侶 就是只能在兔子的地方做事 因為我們要幫助這些可憐的小兔子 好 那如果連續兩個回合 我們手上的氣牌 都是兔子比較多 或是都是老鼠比較多 那我們就會把我們的Token翻面 翻面的話呢 他就會變成 憎恨的氣靈 因為他們實在太可憐了 連續兩回合都一直被大家給丟棄 所以他們就會開始產生一些怨恨 然後呢 這時候他就會幫助我們的僧侶 那我們僧侶之後呢 也不是之後 就是那個回合他做事情 在那個 例如說現在是兔子 那就在兔子的地方做事呢 我們都可以少付一隻蜥蜴 就是在犧牲奉獻的時候 假設他要付三隻 那我們在兔子的地方 就只要付兩隻就好了 就是我們所花的花費都會少一 因為這些憎恨的怨靈 會幫助我們的蜥蜴僧 因為我們的僧侶也是很幫助他們嘛 想要幫他們超度之類的 好 這是我們邪教徒的特殊之處 那我們蜥蜴的早晨的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棄掉這些失落的靈魂 就是我們在上一個回合收集到的這些器牌呢 就會全部把它給棄掉 他就真正的變成棄靈了 沒有啦 就是我們已經超度他們了 所以他們就會去那個極樂世界 所以就把它給丟掉吧 好 那我們蜥蜴的第三個早晨的階段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士生 就是我們這些生侶去做事情 好 那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呢 請記得說我們只能在我們的 Outcase的token在這個土地上面做事喔 現在Outcase在兔子的話呢 我們就只能在兔子的土地上面做士生的事情 那士生這邊有寫 就是總共有三件事情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呢 叫做convert 就是轉換 轉換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蜥蜴 把別人的貓咪或是什麼別人的鳥 轉換成我們的異教徒 哈哈哈哈哈哈 就傳教 所以我們可以用兩隻蜥蜴 把別人的一隻動物 換成我們的蜥蜴 然後是多了這一隻 就把它放到我們的供應堆裡面 好 這是我們的轉化 就是把它們變成我們的教徒 好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花三個我們的士生 就是假設我們這裡有三隻蜥蜴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一個別人的建築物 轉化成我們的神聖的聖地 我們的花園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都要笑一下這樣 因為很拽 好 假設我們在兔子村這邊呢 有貓咪的建築物 那我們就可以用三隻蜥蜴 把它給棄掉 然後就可以轉化這棟建築 變成我們的兔子花園 哈哈哈哈 對 就是這樣子 那貓咪的建築物就會被棄掉 就還給貓咪這樣子 這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動作 好 那我們第三個生女可以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棄掉兩隻生女 然後呢 你可以從兔子村出發 或者是在兔子村做一個battle 就是戰鬥的行為 好 那要怎麼做咧 就是跟一般戰鬥的行為一樣 例如說我這邊兔子村 有兩隻蜥蜴跟一隻貓咪 我們就是骰骰子 好 骰到三一 那這樣就會死掉一隻貓咪 然後死掉一隻蜥蜴這樣子 就跟一般的戰鬥行為一樣 什麼你不知道一般的戰鬥行為 什麼是怎麼做的 好 那請看入腿的第一集介紹 就我們有介紹基本的玩法 對 它這邊就是跟一般的戰鬥模式是一樣的 那你就是可以選擇做兔子村的戰鬥 或是從兔子村移出去 做隔壁村莊的戰鬥 二選移 好 這是我們的生女可以做的行動 好 接下來就看我們的白天 白天的話呢 我們首先會展示我們的手牌 就是我們的手牌呢 可能會有很多嘛 然後呢 因為我們手牌都不會氣掉 然後最多會有五張 好 所以現在假設我們有五張手牌 那我們就是要展示出來 我們要使用的手牌 我們不用氣牌 對 因為他們都是可憐的靈魂 我們不會把它給丟棄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展示 就是兔子老鼠或是狐狸的手牌 來做這三種動作 其中一種 好 假設我展示了一張狐狸牌 好 那我就可以在狐狸的村莊裡面 蓋一個狐狸花園 就是在任何一個狐狸村 我就可以蓋一個狐狸花園 然後呢 第二個行動是recruiter 就是招募 就是假設我氣一張狐狸牌 喔 不是氣 展示一張狐狸牌 那我就可以在狐狸村 增加一隻我的蜥蜴上去 這是我們的招募的行動 然後第三個就是計分 計分的話一樣就是我 如果說我氣一張老鼠牌好了 那就會檢查說我的老鼠花園 蓋了幾個 因為上面都會有寫 就是蓋了幾個 會得到多少的分數 所以我氣一張老鼠牌 假設我有蓋一個老鼠的花園 好 是零分 所以我們就不會做這個行動 那如果我蓋了三個老鼠的花園 就會是兩分 然後如果是四個就是三分 五個就是四分 所以說這時候就檢查說 我們蓋了幾個老鼠的花園 就會計算對應的分數 那假設我的花園 全部都蓋出去了 那我一回合最多就可以拿到十二分 那我就要氣一張老鼠 一張狐狸跟一張兔子 這樣我就花園全部蓋完的話 一回合就可以拿十二分 是非常非常多的分數喔 所以奇異的朋友們呢 就是盡量要多蓋一些花園 我們的聖地出去 但是請大家記得 就是每一種動物的牌呢 一回合只能計一次分喔 所以最多就是十二分 你不能打兩張老鼠牌 說我要計兩次老鼠的分數 這樣是不行的 就是每種動物 一回合只能計一次分 那最後一個呢是鳥牌 因為我們很討厭鳥 所以鳥牌不能當作任意的牌來使用 那我們如果展示鳥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從我們地圖上 隨便選一個戰士 把牠犧牲 因為牠被鳥抓走了 就死掉了 所以牠就會從地圖上面 成為我們的僧侶 就是像是跟戰鬥中 我們死掉的蜥蜴兄弟們 是一樣的 就是被鳥殺死了 所以牠會回來 變成我們的僧侶 對可是變成僧侶 可以做其他更好的行動 也不一定 所以說鳥牌對我們來說 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 接下來介紹我們蜥蜴的晚上 晚上一樣有三個行動可以做 好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我們可以收回 我們剛剛所展示的手牌 因為我們的牌都不會棄掉 會一直在我們的手上 除非我們去計分的行動 只有計分的行動 我們會棄牌 那如果不是計分的話呢 我們展示的手牌 都會收回我們的手上 所以我們就會保留 我們剛剛展示過的手牌 好 那第二個行動呢 是我們可以建造 那我們的手牌一樣是可以做建造的行動的 那如果不知道什麼建造的人呢 請看我們第一集的ROOT的遊戲規則說明 因為建造就是也是跟一般的建造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蜥蜴建造就是用我們的花園 花園我們在哪一個村莊 就表示說我們有那個村莊的工匠 所以例如說這張牌是兩個狐狸 那我們只要在兩個狐狸村都有建設狐狸的花園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這一張牌 好所以說第二個行動就是我們的建設的工作 然後第三個呢就是我們可以抽牌 抽牌的話就是看你的花園 花園下面如果你每一個都蓋了兩個花園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最多抽四張手牌 因為你如果都沒蓋至少可以抽一張 然後每個花園如果蓋到第二個就可以再多加一張 所以說最多呢你會可以抽四張牌 然後結束以後呢我們可以保留五張手牌 所以說你就是可以自己選擇一下你要留哪五張 因為手牌很容易就是在蜥蜴手上會超過 因為我們不用棄牌嘛除非我們計分 然後每回合如果抽很多牌的話呢 你最多只能保留五張 所以如果你棄掉的牌呢它就不會回來了 它也會被我們超度就是變成去極樂世界的靈魂 它就不會再回來了 OK這是我們的夜晚的行動 好那行李的話呢就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合理呢它總共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呢是它的手牌都是公開的 所以我們會把它放在我們的牌架上面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大家都可以跟合理來購買它的手牌喔 那一開始我們其實setting的時候就可以定價 因為我們總共有三種商品 第一個商品是手牌 那每種商品都可以定價一到四塊錢 這邊你可以自由做調整 可是調整只能在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還有我們每回合到調整階段的時候才能夠調整 不能就是別人要買的時候我才調整 就是我們自己的回合才能做調整價錢的動作 好那手牌的話是我們第一個可以賣的東西 接下來第二個是說我們的河流上面的船 就是可以過河的權利 因為我們的第二個特點就是我們可以移動在我們的河流上面 因為河流只有我們可以使用 就是我們可以免費就是在河流上面任意的行走 不管規則 什麼叫不管規則呢就是正常來說只能移動一步嘛 可是我們在河流上面可以任意移動 就是我要從河流的最右邊飛到最左邊 因為游到最左邊都可以 就是隨便我們要移動幾步都可以 只要是在河流上面的話 對 OK 所以我們可以賣我們的小船 如果說你跟我們買船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河流上面做行走的動作喔 好第三個我們可以賣的東西就是我們的士兵 我們的士兵呢 只要你跟我們買了這個傭兵的話 那就是這一回合內 你都可以使用我們的兵當作你的戰力 可是並不會 並不會把我們的兵給打死 就是如果說你有一隻兵 我們有兩隻兵的話 那你的戰力就會變成三 可是如果死掉的話呢 還是死掉你的那一隻 就是我們河流是不會死掉的 因為我們只是傭兵而已 不要打我們 我們只是收錢做事情 所以我們就不會死掉 死的話是死你自己的兵喔 好 這是我們的特點 接下來介紹一下 他在早晨的時候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事情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一回合都沒有收到任何的費用 就是我們都沒有任何人要跟我們買東西的話呢 我們就會長兩隻合離 在我們的收費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很可憐 我們都沒有人跟我們買東西 所以我們自己幫自己存兩塊錢進去 好第二個階段呢就是說 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存款區 中間的fungs就是有多少隻動物 假設就是有別人的動物啊 加上我自己的合離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算一下他的總數量有多少 然後除以二 就是我們可以得到的分數 像現在假設現在有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隻動物的話呢 我們就會加三分 好就是除以二 然後如果除不進的話就不算 因為他要兩隻才會得一分 好這是我們的計分 接下來第三個行動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上下的東西呢 放到我們的存款裡面 因為剛剛有講嘛 就上面可能是上一回合有人付錢給你的 會放在上面這個payments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自己也有可能在payments的地方 然後下面的話是commitment 就是我們上一回合有用來做事情的動物 會放在commitments這邊 就是有的動物不一定會還給別人 有的動物只會把它就是付到下面去而已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就是說 把下面的動物給移上來到中間 然後上面的呢 付款的地方也會移到中間 好所以中間的呢 FUNS就存款 我們就會有這麼多的存款 可以拿來這一回合做使用 好這是我們早晨的三個動作 接下來介紹一下他白天有哪些行動可以做 他白天的行動呢 都是要花費他的存款才能做事情的 那要做多少事情都隨便你 只要你存款夠多 你想一回合做幾百件事情也都沒有問題 只要你的存款你是個有錢人 那就隨便你要做什麼事 好第一件事情呢是可以移動 移動的話呢要做commit 就是你把一個你的存款移到下面去 這樣你就可以做一個移動 好那你要移兩步的話就是放兩隻 這個很好理解 接下來呢下一個動作是battle 就是戰鬥 戰鬥的話呢就是也是一樣 就是花一隻動物到你的commitments這邊去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次的戰鬥 那戰鬥規則也是跟基本的一模一樣 就不多介紹了 接下來第三個動作呢叫做craft 就是我們建造牌的行動 好假設這張牌呢他需要兩隻狐狸 才能把它建出來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要有蓋兩個狐狸的交易站出去 因為他必須要有空格 我們才能做建造的動作 好那如果說假設我要建這張狐狸牌 那我就要塞兩隻我在fungs裡面 我存款裡面要有合狸 因為我們只能用自己的士兵來做建造 就把兩隻放到狐狸的這個交易站的空格上面去 這樣子我們就會完成這一張牌的craft 就會把它給做出來了 好那下面有補充說明 就是說如果你不想要把這個空格給塞住的話 因為空格塞住以後呢 我們就再也拿不回來這兩隻狐狸了 所以說這樣子我們以後也沒辦法再做任何狐狸要建造出來的牌 所以說我可以棄兩張或是一張 看你要棄幾張狐狸的牌 你就可以把這邊站在狐狸空格上面的兵呢 把它改移到payment 就是改移到我們的付款的區域 就是說你棄兩張狐狸牌 你這兩隻就不用站在那邊傻傻的等 就把它移到我們的payment的地方 這樣也不會卡我們的狐狸的位置 所以我下一次還是可以再繼續建造狐狸的牌給出來 好這是我們的craft動作 下一個的話呢是我們的抽牌 抽牌的話我們合狸是不會自動補手牌的 他都一定要做抽牌的行動 那要怎麼做呢就是放一隻動物到commitment這邊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抽一張手牌 好所以看你要抽幾張牌 你就是附幾隻動物去commit的那邊 ok下一個動作是要做recruit 就是增兵 增兵的話呢我們就是要花掉我們的存款 就是必須要把它給還給 就是對應的那個動物 或者是使用我們自己的合狸來做增兵 好那我們花掉幾隻動物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增加幾隻士兵在河流上 請注意一定要在河流上喔 因為我們增兵出來我們都是在河裡面移動的 所以我們生出來的兵他就只會生在河流上面 所以說其他村莊的話呢我們就要用移動的才能移動過去 不然我們增兵的話都是在河流上面才會增出兵來 ok好下一個最後一個行動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建設我們的交易站 交易站的話呢就是要花掉兩個存款 然後要是那個對應的你要在哪裡蓋那個交易站 必須是要控制那個地方的人的士兵 我們才可以蓋出交易站 而且是要花掉 例如說這個區域假設現在是鳥控制了這個老鼠村 那我們就一定要花鳥的士兵花兩隻 把這個鳥還給他 然後我們才可以在鳥的這個地方蓋交易站 那就是蓋對應的符號 假設這邊是老鼠村 那我們就是蓋老鼠的交易站 這就是我們交易站建設的行動 那請問一下交易站會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第一個好處是說當你蓋交易站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對應的分數喔 就是每個交易站都是兩分 所以當你蓋一個交易站就會加兩分 而且第二個好處就是說 你當蓋交易站的時候呢 因為這是我們的商店嘛 所以我可以放一個士兵上去當他的店員 所以當你蓋交易站的時候 就會自動多加一個士兵站在上面當店員 OK 那第三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蓋交易站可以讓我們的客人呢 多來購買我們的服務 因為當如果沒有任何交易站的時候呢 那所有的人都可以跟我們購買一樣服務而已 就是來親自到我們的店家來購買 好 那如果我有蓋交易站的地方呢 有人站在我的交易站上面 他就可以多購買一項服務 所以說 例如說鳥 他站在我們的兩個交易站上面都有他的鳥 那我們就可以跟他多提供兩樣服務 所以總共就是三樣服務 就是他站的交易站地點加一 對 所以說假設我蓋了五間交易站上面都有鳥 那鳥就可以跟我們購買六樣服務 對 可以重複購買 可是通常不會購買兩次通行圈啦 因為河流通行圈通常只要買一次 所以我們通常只要購買比較多的話呢 通常都是給我們購買手牌 因為只要跟我們買一張手牌 就算是一樣服務 所以說你如果假設你有五樣服務可以購買 那你就可以跟我買 例如說四張手牌 加上一個河流通行圈 這樣就是五樣服務 OK 好 這是我們的蓋交易站的好處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夜晚階段 夜晚階段有兩個行動可以做 第一個行動就是說 我們要氣牌 氣到我們的展示的手牌 氣到剩五張 對 我們的商店並沒有很大 他最多就只能展示五個商品 所以我們會氣到只剩下五張手牌 第二個行動就是說 我們要重新設定我們的服務的費用 對 就是我們的三個服務呢 在夜晚階段的時候 我們可以自己調整價錢 假設我這次的手牌 可能商品特別的好 特別的優秀 很多人都會想要買 那我可以設定成四塊錢 然後河流通行圈 我可以設定成一到四塊隨便 例如說兩塊 然後我們的傭兵呢 假設我們現在兵很多 兵力很強 那我們也可以賣貴一點 賣到三塊或四塊 反正每一項服務項目 我們的費用都是一到四塊 你可以自己做調整喔 可是記得都是別人的回合 你就不能調整了 所以說 你自己要在夜晚的階段的時候 決定好你的價錢 這樣子我們河流的行動就結束了 好 那我自己呢 那玩蜥蜴跟河流都沒有玩很多次啦 可是我每次玩都輸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兩隻角色要控制得很好 就是比較困難版的角色 所以說你是進階玩家 你已經玩膩了基本版的四個角色 什麼小動物聯盟啊 貓咪老鷹 玩熊那些比較容易贏的角色的話呢 你可以來挑戰這個進階版的 蛤蜊跟蜥蜴 對 因為蜥蜴它如果要玩得好的話呢 就是要蓋很多很多的花園 因為它的花園在一塊地可以蓋很多個 就是你可以 例如說在兔子的地 我可以一次蓋三個花園之類的 所以它就盡量多蓋一些花園出去 然後這樣就會很卡別人的行動 因為只要你有花園的話 你就會佔領那個土地嘛 不管別人有多少兵 你就是統治那塊土地 所以說如果你蓋了很多花園在很多地方的話呢 別人就會很難行動 然後也很難建設 因為別人要建設的話呢 就是必須要在它有控制權的土地上才能建設 所以說你蓋很多花園就會卡到別人的行動 那你就是要慢慢來 就是到處卡位到處卡位 然後慢慢增兵 因為它蜥蜴其實被打的話沒有差 因為被打它會變成僧侶 生侶也可以做事 所以說蜥蜴就盡量去討人厭 就是一直生出蜥蜴來 然後一直被人家打 你的生侶就可以做很多有效率的事情 好但是我覺得蜥蜴可以比較好玩的方式 然後呢 然後蜥蜴的話呢 因為它是一個商人 所以我玩蜥蜴的時候 最怕就是沒有人跟我買東西 我就很沒有辦法存錢 因為蜥蜴它的季分就是看你的存款嘛 所以你就是要想盡辦法賣越多東西出去越好 所以說你盡量就是讓你的商店啊 就是多一點牌 然後如果說你的牌這一局很好的話呢 你就賣貴一點 那如果說牌都不怎麼樣的話 你就賣便宜一點 一張一塊錢特價搭出清之類的 所以說你要玩蜥蜴玩得好的話呢 你必須掌控你的價錢 你的價位要很合理 要讓人家覺得說很想跟你購買 而且呢蜥蜴蜴蜴蜴也蠻吃角色的 因為說像鳥跟貓啊 牠們的那個錢就比較多 因為牠的人就非常的多 所以你就要盡量去推銷就是貓跟鳥來跟你買東西 因為像那種小兔子啊 或者是那個玩熊的話 牠們就是人很少道具很少 所以很難跟你去購買什麼東西 所以你就要去推銷就是那些購買力比較強的客戶 像是那個貓咪跟鳥 對牠們就會跟你很常買東西 那你就會盡量多存一點錢 等你錢存夠多的時候呢 你就會一次跳很多分 然後當大家發現 你就是一回合可以跳個七八分的時候 就會開始打你嘛 那我剛剛沒有講到的是說 如果把你的交易賬給打掉 你的存款會掉一半 因為你的商店沒了嘛 所以你就會損失一半的金額 所以當人家打你的交易賬的時候 你會很傷很傷 就是你的存款會一次掉很多 所以說你盡量先累積多一點存款 當大家開始打你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這樣子的時機呢才會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存款盡量一開始先規則 就是先努力默默的存錢 等你錢存夠多了 我們再來開始一次跳很多分這樣 然後當別人來想到要打你的時候 就是你已經跳到可能快要三十分 就是接近獲勝的程度了 這樣子才會比較容易獲勝 好 雖然說這些都是講講而已 因為我覺得這兩家真的很難玩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先都玩過基本角色 再來玩這個蜥蜴跟蛤蜊 所以這是我今天的介紹囉 請支持我的朋友們呢也可以支持一下我的最新創作寫真專輯 叫做純蜜 純蜜是我最近新推出的一張完整的專輯 裡面總共有十首歌 最後面有附一張CD 就是裡面有十首歌曲 曲風都完全不一樣喔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可以聽聽看 十首歌曲有舞曲啊 有電音啊 還有抒情歌 還有R&B 然後也有搖滾的 就各式各樣的曲風都在裡面 而且裡面總共有五首歌 是我自己的歌詞創作喔 如果對創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說是看一下 我在每個我創作的歌詞下面呢 都有寫我自己的創作心得 裡面有五首歌都是我寫的喔 然後歌是跟阿慶老師合作的一張專輯 所以裡面蠻多歌曲都是由阿慶老師來製作 就是FIR的阿慶老師 然後還有跟媽子弟弟合作 他有幫我寫一首歌 還有跟二五的十三 他有幫我寫一首歌 還有金曲獎得主曹登昌老師 他有幫我寫了一首歌 所以說這個專輯是非常多元化 而且有很多大牌製作人來幫忙的專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加上裡面還有160頁的寫真喔 裡面的造型包羅萬象 有Cosplay阿有性感的 然後有古裝的 然後也有西洋風也有日本風 然後還有運動的 我在打拳擊的 還有一些我跳舞的高難度的舞蹈動作等等 還有我的專輯裡面一些正常的宣傳照 所以說這個造型呢 有很多都是我自己所做的自己補妝設計阿 還有髮妝造型很多都是我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來秘密基地桌遊專賣店購買的話呢 我們還會加送你一盒超好玩的桌遊狼人真言喔 想必大家應該有玩過這個遊戲吧 如果沒有玩過的話可以看一下我的影片介紹 狼人真言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款陣營遊戲 而且它的價錢其實跟我的專輯是差不多的 所以幾乎是買一送一的大遊會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來秘密基地購買我的最新國語專輯 你純密就會送你狼人真言喔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的頻道 可以幫我們按一下訂閱 然後幫我們的影片按讚還有按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你想要我們介紹什麼遊戲 你有興趣想要學的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都會回覆喔 那如果說你想要來秘密基地跟我一起玩桌遊的話呢 你也可以搜尋秘密基地桌遊專賣店 我們有Facebook粉絲團 然後也有我們的IG 都可以找得到我們喔 好 歡迎大家來秘密基地桌遊店 跟我一起玩桌遊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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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呜呜呜呜丹 aré I'll be come on come on I've had to goεί Oh my telescope 喆着声聲的 Springs 把我的口袋 什么想我说 fame 我的感觉无法从那 beby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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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穿我的把戚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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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的墙 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